说到底我才是 大掌公主的眼中钉 她虽然可以掳走我的家产 但是她不能对我做什么 可是你不一样 难道你忘记七娘的事了吗 我自然知道 可我什么都不做 她就能放过我了 这栋新宅 新宅后院的凉亭 凉亭中吹消的雨奴 还有那些特意避开你 来见我的庄头 这一桩桩一件件 不都是大掌公主 冲着我来的吗 这些本来都是冲着我来的 就算她算计你 也只不过是为了我的家产 我说过那些家产我不在乎 我只在乎你的安慰 琉璃 你为何要为了那些身外之物 把自己置于险境呢 你难道以为我做这些 就是为了那些身外之物吗 那日你我一同归宁时 你替我教训了珊瑚和曹氏 那又是为了什么 我 very few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军 你今日怎么回来得这么早啊 我瞧你这几日都憋在屋里 想着早些回来 陪着你在院子里走走也好 这不是后花园吗 怎么想起来画这个啊 我想照着后花园的景致 做幅桌平 你看 画得可香 大到亭台楼阁 小到花鸟鱼虫 难为你记得这么周全 对啊 娘子 今日外面春光正好 风也暖和 不如将这画案搬到后院去 这样赏春作画两不耽误 安妮 小谭 帮夫人把这画案搬到后院 守约 后院的景致我已了然于凶 在哪儿画都一样 倒是有一个地方 我想去很久了 守约 过几日便是寻休 我想让你陪我一块儿去 可好 下个寻休日吗 只要是你想去的地方 我都会陪你去 我跟小谭偷偷打听 小谭说 这夫人不去后花园 就是因为雨奴 这雨奴近几日 真是变着发了作妖 夫人去哪儿 她就一定要跟她去 她知道呢 夫人去画花园 林苗捉拼背景 她就一定要在旁边画景 还句句不离先夫人 说什么 先夫人给她托梦很多事 说 说 说什么 总之就是说些 您与先夫人当年的往事 这大长公主得知先夫人 托梦给了雨奴 还特地让世子夫人来过两回 赏了不少东西 这世子夫人还说 这雨奴是陆家娘子转世 要续什么母女之情之类的话 这摆明了 就是要在娘子面前抬高雨奴 好让娘子难堪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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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把这都叠反去了 哪个盛当军用的澡豆 看上去都一样了 阿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恭喜玉奴姑娘 玉奴 你的侍人娘子已经知晓了 娘子有话要问你 请你去一趟 好 娘子 玉奴来了 玉奴见过娘子 不知娘子唤玉奴来有何吩咐 你们的事 府中上下都知道了 你竟还揣着明白装糊涂 反问我何事 你是大掌公主调教出来的人 本该比别的奴婢更识大体 懂礼术 自尊自爱才是 可万万没想到 你竟瞒着我做出这等丑事 你要我如何向大掌公主交代 大掌公主吩咐雨奴来陪服 就是为了来伺候夫人和郎君的 可事已至此 雨奴也顾不得羞愧了 请夫人 看在我们两情相悦的份上 成全奴婢 易得无驾宝 难寻有情郎 雨奴 你若真找到可以托付终身之人 看在大掌公主的面子上 我自该尽力成全 只是 你可知她的心意 又岂知 她不是与你逢场作戏 请夫人成全 不光是我 裴府上下都已经闻见了 她身上有你的味道 你俩之间 是否有了亲密之局 哈喽 你要是再不出去啊 这事就真说不清了 我已经问过她了 你可知她是怎么说的 奴婢不知 她赌咒发誓 她与你之间清清白白 毫无瓜葛 你说 我是该信你 还是信她 奴婢 不敢撒谎 若你所言无虚 非要将终身托付于她 那我也只好禀明大掌公主 成全了你们 不敢撒谎 娘子怎可听信她一面之词 事情的来龙去脉 是非趋 还是当面问清楚比较好 雨奴 我问你 你身上的香气从何而来 奴婢身上的香气 是天然体香 所以独一无二 这件事情大掌公主和世子夫人 也是知道的 你们是何时何地定的情 可有凭据 夫人陪大掌公主在佛堂那晚 雨奴听说 郎君和阿诚要留在县衙过夜 奴婢新生 新生牵挂 便带了韭菜去了县衙 恰好遇到了狂风暴雨 雨奴 便留在了县衙过夜 难怪 阿诚第二天回府的时候 我便在他身上 闻到了雨奴的气味 我再闻你 你身上的香味果真是体香 又或者 这只是香粉的味道 花钱就能买到 这的确 是奴婢身上的体香 夫人若不相信的话 可以去向大掌公主求证 首约 事实就在眼前 你有什么话要讲 阿诚 雨奴说的话你都听到了 你有何话可说啊 阿诚 与阿诚有什么相干 禀郎君 夫人 阿诚洁身自好 绝不敢与人有私 更何况什么 鸡肤之前 请郎君与夫人 为阿诚做主 还阿诚清白 人家雨奴 是大掌公主 亲自调调出来的婢女 知书达理 若不适于你 又怎会如此说 玷污自己的轻欲呢 阿诚 这怎么回事 这跟阿诚有 阿诚 你若敢对雨奴使乱中气 我便将你交给大掌公主处置 何去何从 你可想仔细了 娘子饶命啊 阿诚若之前 有什么得罪夫人的地方 还请夫人大人不计小人过 阿诚以后有半点事 都不敢隐瞒夫人 郎君 阿诚做的一切可都是为了郎君 郎君可万万不能 把阿诚 往火坑里催 加成于不易啊 好 这哪儿来的香气啊 你别说了 我正找你呢 我这身上怎么回事 我昨天晚上沐浴完之后 这香气不渐反增啊 来来来 大家快来闻一闻 是 闻一闻 是 闻一闻 你别闹闻你 快来闻一闻 快来闻一闻 快来 闻一闻 这是不是羽奴身上的香气啊 没错没错 这是羽奴身上的香味 我闻到过 你 对 就是羽奴身上的 是不是 那时世子夫人来的时候 也问过羽奴 人家羽奴说了 说这是她天生自带的香气 叫体香 体香 原来还有天生自带的香气 你怎么会有羽奴的体香 你俩什么关系 你行行行 我俩有什么关系 你们不要瞎说 我俩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你们别听她乱说 阿诚 全府上下都闻见你身上 有羽奴的香气 你还有何抵赖她 人羽奴这般如花似玉 又清新于你 夫人有意成全你们 又何必辜负这番美意呢 搞错了 搞错了 搞错了一定是搞错了 一定是搞错了 我明明 这怎么会错呢 你刚才还承认的坦白 众人都听得清楚明白 阿诚冤枉 禀夫人 阿诚身上第一次 沾到这种香气的时候 就是因为当时在县衙 阿诚碰了羽奴带来的东西 所以阿诚怀疑 怀疑 说 我怀疑 是羽奴故意陷害我 这世上哪有什么体香啊 还越传越呢 你以为你是牛羊呀 身上充满了山气 洗都洗不掉 你胡说八道 我是大掌公主派来的 我怎么会看上你 这样一个下人呢 又怎么还会 费尽心思地嫁给你 现在说我是下人啊 那我问你 刚刚是谁在郎君和夫人面前 说什么双双情投意合 又是谁 贵求夫人成全 你说的这些话 大家可都是亲耳所闻 现在我又成下人啊 好了 不要吵了 阿妮小谭 你们去羽奴的房间 看看有没有气味相同的东西 若没有 那证明你说的是真的 羽奴你放心 我和夫人 一定会让阿诚对你负责的 好 好 好 ��고 好